GO 幹什麼啦 咦 怎麼 今天不是無量劍派筆劍的日子嗎 我要上去觀 觀看筆試 我勸你別去啦 無量劍派的人 就快要去見炎王了 嘿 你們說什麼大話 要不是為了師父命令 難道對你們在死囂張 或是死活 算了 就讓我們在多活而已 可惡 我受不了啦 師弟 不可 不得失命 不可亂來 忍住 這位公子 如果想觀看筆試的話 那麽請上前去吧 是 那麽 師父 神龍邦在上門聚集 八手三道 說到誰又不許下山 嗯 他沒有劍射過啦 一封信封上 封皮上寫的好生無禮 公公姐這個名字 是不是在俠客風雲傳裡面出現的名字 你才要瞧瞧 是 神龍邦至於左聽了 神龍邦等一小時內 自斷右手折斷冰斷 退出無料傷 劍狐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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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狐狈 走 咱們下去吧 一會兒這些人都要死光了 看來也沒啥意思 且慢 姑娘留步 姑娘就此出去 難道不怕神龍邦的人連姑娘一同殺人 他們不會殺我的 神龍邦只殺無量劍的人 我在路上聽到的消息 因此趕來悄悄殺人的熱鬧 老頭你們劍法不錯 可是不會死毒 鬥不過神龍邦 姑娘在路上聽到什麼消息 你吃不吃瓜子 不吃 喂 那你吃不吃瓜子 瓜子 吃啊 我這瓜子可是我媽媽用食欄炒的 常吃也莫名量 姑娘在這道路上聽到什麼消息 有人見告 在下感激不盡 我聽神龍邦的人說起什麼無量玉璧 那是什麼玩意兒 無量玉璧 難道無量玉璧 難道無量傷中有什麼保育保幣嗎 但我沒聽說 創新師妹 你聽人說過嗎 他自然沒聽說過 你倆不用一搭一搭做戲 不肯說那就乾脆別說 哼 好稀罕嗎 啊 我想起來 神龍邦所說的 多半是無量傷半的鏡面石 這塊石頭平滑入鏡 有人說是塊玉璧 其實只是一塊又大又白的石頭罷了 你早說豈不是好 你怎麼跟神龍邦解的冤家 更為他們要不將你無量劍殺了雞犬不留 去年神龍邦要到我後上才要 我沒答應 他們便來偷採 我師弟 龍子居和幾名弟子撞劍 出言責備 他們說到這裡又不是金軟店御花園 外人為什麼來不得 難道無量山是我們無量劍買下來的嗎 雙方與炎餘衝突 便動起手來 龍師弟手下沒留情 殺了他二人 兩隻便是這樣結下了 後來在南上降板 雙方又動手一次 再欠下了幾條人命 恩 原來如此 他們要採的是什麼藥 這個道大 道不太清楚 要你也不知道 你已經跟我說解手了經過 我也跟你說兩件事吧 那天我在山裡桌蛇 給我閃電雕吃 你的雕尾叫閃電雕 是啊 奔跑起來 可不快也像閃電一樣 正是閃電雕這名字取得好 閃電雕愛吃毒蛇 別的什麼也不吃 那是我從小養大的 今年四歲了 只聽我一個人話 另外爹媽的話也不聽 我將他嚇人就嚇人 咬人就咬人 這雕尾真乖 這個左翠神聽得很心驕 你就跟他說吧 那時候我正在草叢找蛇 那天有幾個人走過來 一個說道 這一次弄不把無量劍殺的雞全部留 佔了他的武量三劍虎弓 咱們神童幫便仍然抹脖子吧 我聽說他殺的雞犬不留 倒也好玩 便蹲著不作聲 聽他們接著談論 說什麼奉了飄渺蜂靈鳩的號令 二戰劍虎弓 我也是要查明無藥欲必的真相 飄渺蜂靈鳩什麼玩意兒 為什麼神童幫要奉他的號令 飄渺蜂靈鳩什麼的 還是此刻第一招生姑娘的嘴裡聽到 我時不知神童幫原來是奉別人的號令 才來跟我們為難 那時又聽了一個人說道 幫助身上這病根子 竟然無量傷中有通天草人解 眾兄弟拼著身受千刀萬劍 搖結草這通天草到手 先一人看口氣 我身上這生死符 除了天上通島他老人家本人 無人人解 通天草雖然要性靈異 也是在生死符發作之時 稍稍減輕一些求生不得 休止不能痛處罷了 罷了 他們幾 噢 我現在來不及唸啦 氣死我了 他每周都自動按掉 左師兄 那通天草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務事 聖龍幫助思空學要弄 遲 遲少治病止痛 給他一些不就是了 給那些通天草什麼打緊 他們純心要佔無量傷 建護共 你沒聽見嗎 哼 走吧 在門外面瞧瞧去 看聖龍幫整身模樣 且嘛 還有幾句話要請問 姑娘說到司空學 讓老兒受傷做生死符 發作其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那是什麼東西 天上頭腦又是什麼 第一 你問了兩件事我都不知道 第二 你這會很巴巴的問我 就算知道 也絕不會和你說 姑娘 聖龍幫惡徒再玩 姑娘冒難出去 若是有什麼閃失 我無量檢可過意不確 我又不是你檢而客了 再說呢 你也不知我尊心大名 唐諾給聖龍幫殺了 我爹媽絕不會怪你保護不中 姑娘請留步 你要動我嗎 我只要你這樣剛才的話 說得再明白些 要是我不肯說 你就要殺我了 那我也就無法可想了 這老惡要殺我了 你說怎麼辦 姑娘說怎麼辦 就怎麼辦 要是他已經殺死我 那便如何是好 咱們有福同享 有量同當 瓜子一起吃 刀劍也一塊挨 這幾話說得挺好的 你真的夠朋友 也不然咱們相識一場 嘿 毒 你這鬼雕有毒 快快拿假藥 否則亂見吃死的小丫頭 我沒解藥 你們只去查些洞丁草來 冷冷的煎餐一碗 給他喝下去就沒事 不過三十個時辰之內 可不能移動繩子 否則毒露心臟 那就糟糕了 你們大夥拿住我幹嘛 別想這只要咬上一口嗎 鄧大哥快走了 咦 咦 咦 那是小心點 躲 開火 就有啵 都怪我 我這隻就你們 有些人 就有些人 那是誰 又是誰 那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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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賢子你只能來此 現在這裡可危險極了 呃 哎呀 這雕毒可怎麼辦 事實上那小姑娘說通天草可以解毒 弟子追出去採來 免通天草無解毒之能 那姑娘騙人的 那可怎麼辦才好 得去找個那姑娘要解藥 我有藥單可占壓住毒癮 無盡神龍般來醒 這種弟子又分不出神 來追討解藥 賢子你可幫這個忙啊 那雷公只能幫照一下討回解藥 主謀感激在心 我最後去追回那姑娘 這邊有 沒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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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吧 那我不是無藥天派的人 趕快走吧 可有巧幸一人一女離開嗎 你說那呆頭蘇宰和一個姑娘是嗎 正是 我告訴你 那呆頭蘇宰居然想去說服我們幫主 如果你是他朋友 準備收屍吧 什麼人 來幹什麼 這台雷陣 事實還是我和青年公子和一位姑娘來此求見貴方幫主 你是說那位叫段月 授業師不是夢 什麼聖 學什麼利啊 李啊 那個公子嗎 原來你跟他一伙 我選二 我是不是跟他一伙 跟你合適 試一下點 趕快讓開 讓我進去找人 好啊 居然說我幫你地圖上傻业 我看也是賢命藏 我看也是賢命藏 嗯 嫩 可惡 招死 我選二是因為 這樣才可以打他們 然後練等級 也可以打幫主 等一下可以打幫主 等一下可以打幫主 所以我不知道打不打得贏幫主 如果我剛剛選一的話是不會觸發戰鬥的 啊 他們被抓起來了 何人如此大膽 拆下雷神 要來向這位姑娘 討吊毒解藥 不管是要做什麼 居然敢如此目中無人 傷我幫重 今日 就叫你先學怪 希望我打得贏 希望我打得贏 可以嗎 蛤 可以嗎 做手 有話好說 這位雷兄 刺功幫主 本身一中有 閃力調制度 那我已經想要 雕毒解藥 可誰在下 一頭去取解藥 哦 你為何要雕毒解藥 為了就著掌門 啊 原來是要救那老頭 那你隨大公哥 一通去取 可是公公哥吃了七日份的斷腸閃 你先幫他要到解藥 囉嗦的丫頭 你不要命了嗎 你不要去解藥 所以快去 雕毒解藥拿來 我自為提 冠公子 解斷腸閃之毒 師公幫助電腰手信 萬不可傷害中姑娘 我不會傷害她 你們快去 好 雷兄 但斷兄身上的毒 無妨 但求找路回來 再解不遲 好吧 咱們走 走吧 斷兄 可否告知 我們該往哪裡 去取解藥 據中姑娘所說 他家變在萬劫股中 好 不過再來先返回無量劍 告知所掌門取解藥之事 正該如此 咱們就先到無量劍去 咦 看來兩人事情歸有碎碎 怎麼跟過去瞧瞧 不是要先去解藥嗎 你們兩個 師兄 我們不趁現在離開 還來這裡做什麼 萬一被人發現 放心 現在是為了掉路煩惱不已 且又有神龍宮 神龍邦來放知識 神龍宮 神龍宮上下根本亂成一團 雖然不知為何 神龍邦一直退了人手 但現在師兄弟 都被招至宮內去 沒人會管我們的 我們之前 把心理盤纏纏在這裡 但要過來拿著再走 你怎麼會有機會 將東西纏在這裡 師父每隔五天 被帶種地址來 專業無妖育幣上的密奧 這麼多人下來 大火鏡是待在 瞪著 牙下的大石頭 神龍邦也瞧不出來 師父老說什麼 我成大功者 需要恆心毅力 又說什麼 由智者施進城 可我腳實在膩了 有時要假裝大吉 並溜出來收拾行李 原來你不用功 偷懶逃學 你這種同本之中 就算你 最沒有恆心毅力了 哥師妹 我年前見火公筆戒 我搬眼見下之後 別再說你搬到我見一下 當時你假裝內力不激 故意讓我 別人瞧不出來 難道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一見裡面 心靈都放下重視 說什麼要給你 終身失守 幸好今天碰上千斬 藍斧的良機 聖龍邦突然來攻 又有兩個小狗男女 帶來一隻獨雕來 讓我劍狐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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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狈 那也不用擔心 我想這次聖龍邦有備而來 咱們東西兩中 除了咱們兩人之外 只怕誰也難逃毒手 但因為如此 這五樣玉璧 到底有什麼稀奇古掉 古怪 你們在這裡住了十年 但這裡半年端年也瞧不出嗎 你們要結為夫婦 見世們有難 趁機之前逃走 那也罷 整體訪問自己司長同盟 近招毒手 用心太有很多了 咱們光是一家了 我怎麼還蠻 師傅說 許多年前 我太師傅在明月之夜 見到陰上出現五件的人女 有時是男子 有時是女子 有時則是男女對死 互相疾次 因為陰上所呈現的劍法 今之今 我太師傅說 生平從所未見 連作夢也想像不到 那這是仙人使劍 我太師傅只怕學上幾招先劍 欸仙招 欸仙劍 可閉上劍影實在太快太齊 又是淡淡的怒有事無 說什麼也看不清 連學上半招也是男人 仙劍的影子又不是實實顯現 有時往往看見 有時隔山一兩個月也不顯現一次 太師傅沈予欲避劍影 反正本門劍法慌疏了 也不用心率 督率率地子練劍 因此後來筆劍被罷給你 你們西中 可是妹 你們太師傅連同地址入住劍虎空 可以聽到什麼 聽我師傅說 這筆上劍影我太師傅也見到了 可是後來被見到一女子使劍 那男人之間卻不見了 後來因為我太師傅是女子 是以便宜女劍先生指點 但過了兩年 演他女劍先生也不見了 太師傅也說 欲筆上顯現的仙影 身法劍法固然奇妙之起 然而太過模糊 蝶龍 又實在快快 說什麼也看不清 太師傅明明遇上了仙緣 便無緣學上一朝半日 現夜隱默之後 我太師傅日日往往在山峰上徘徊 對著玉璧出城 越來越憔悴 過不上半年就病死了 阿朗人家在倒在山峰而死 便在奄奄一喜之死 忍不許弟子 以他為劍虎空 我師傅說 太師傅斷心之死 雙眼眼還是帶他來忘記玉璧 乾師哥 你說世上真有仙人 還是你我倆太師傅 都說來騙人的 如果說你我倆太師傅 都編造了一樣 鬼話來騙死弟子 想來不會 但世上是不是有真有仙人 我就不知道了 我太師傅去世之後 重地只迷惘在玉璧前 焚香禮包 助導許願 只幫盡興的仙眼再現 但始終就沒再看高一次 我師傅只幫人再來瞧瞧 偏偏十年來遲兩次筆劍 都輸給你們東中 至今而後 咱們就不用再分什麼東中西中了 我兩東中西中嚴陰 會為一體 你跟著我 若是我日後復興 就算到來水裡變成大屠八 你做屠八 可不是罵我不規矩嗎 哈哈 哈哈 別怪我 實際上我們中間不該見的事 可惡 什麼啊 莫名其妙就打架啊 欸 我是不是要給他們放招式啊 呵呵呵 好 算了 一下秒掉了 糟糕 這麼三 這麼深的山谷 不知有無通道可以下去 主角就 就這樣把他們兩個幹掉了 中間的山谷 好 我 那是 很多經歷 已經按摩 出發出發生了 好 的 又 那時候還沒有攻略嘛,那時候就亂解 好,我們先選水龍鷹甲下 所以這個是有那個相關的那個理念啊 可是他這沒有提示啊,所以當時超難玩的 4,5,3,2,1 我怎麼到這裡來了 我怎麼到這裡來了 嗯 嗯 4啊 他怎麼沒退 1,2 好,走吧 1,2,3 1,2,3 最遇上栩栩如生 嗯 哎呦 一直觸發到 風衣一雙 有東西 應該就這樣吧 哦 這五樣玉壁哦 小兵是什麼逍遙子和糗水妹在吃五劍 映照實力上被當成仙人了 不見斷胸的身影 這裡又有野獸出沒 顯然是找著密道離開了 即使如此 我還是先讓關外傑過去 或許能遇到 OK 結一個通道 這個通道簡單的 這個要 要看過的人才會知道啊 我們中間的紅點 萬劫不復 和信斷者入五萬劫不復 信 斷 欸不是 靠北 信 斷 者 入 萬 結 胡 復 欸就這樣 啊 寧波 微布 羅瓦深層 我們這些話是從那裡學來的啊 我記得這邊沒什麼東西 看一下貓 看一下貓 我的桌子好爛喔 一直在那邊叫 嘰嘰叫 沒東西 人生 哎呦 是一直卡住 啊又有萬人來了 賴子是誰 有什麼事嗎 先問問看冠兄是我來過 車下雷震 想請問是 我有一位信斷公子來一次 啊 你這位信斷公子的朋友嗎 是的 他在本人公子 一路 因為在路上發洩事 被我們斷公子分散了 的確有一位斷公子來過 但先已離開了 看斷兄已經從五段山 山牙脫鞋 頭夢高的山牙最下都沒事 斷兄還真是福心高照 那就好 因為在下看到孤首的體制 還替 還替冠公子 擔心了一會兒 不是那位斷公子 可是戴姐要離開 這我就不知道了 春梅 何時說話呢 是夫人 有雷公子 是來找剛剛那位斷公子的 夫人 照下雷震 進攻中夫人 雷公子 中夫人 照下本門公公子 一道來取 雕毒解藥 斷公子已離開 但並未取得解藥 因中間發生了些事 為了接拼馬 雷公子請他父親救援 還請夫人說明百歇 美公子想必已經到骨頭的體制了 正是 這下本來還替冠公子擔心了一下 那都是外子的脾氣 因為過往的就是 所以外子對新端都有一些偏見 而冠公子偏小也是他 是他的兒子 所以事情變得更複雜 那產店雕毒的解藥 結果外子會配 一時也無法給逛冠公子 所以並借匹馬 讓冠公子去找他父親 以他的地位實力 去救靈兒應該沒問題 不知冠公子的父親是 冠公子變成大理正男王之子 他父親比較斷鑽蠢 這麼多年 不是他還 他 中夫人 中夫人 啊 針對不住 我想正男王的幫助 一定可以救出靈兒 何況司空弦鬥之靈兒是我的 翹夜叉跟寶寶 和馬王神中萬蠢的女兒 那天也不敢如何 嗯 還請中夫人 人替代下向中谷主 中谷主 討雕毒解藥 這 指印中的神力雕毒的人 並非只有司空幫助一人 啊 靈兒這還一直真是 一出門又給我闖禍 只是 希望中夫人答應 好吧 或許當房終於外子配好的藥留著 就到公子先在此等候 我去找找 有了中夫人 阿寶 你到哪去啊 你是誰 可惡 是你搭一種阿寶嗎 是中谷主嗎 有 有話好說 別想狡辯 你們這種小白臉做會騙人 看著 哇靠 你們 你們怎麼那麼認真啊 太強了吧 哎呀 住手 雷公子你怎麼會打上外子 這 你走吧 外子本身有傷在身 因為他傷傷加傷 這雕毒解藥 我看你蒙拿了 中夫人 阿寶 原來是去找解藥 我還以為你要跟他走 你又來了 我走過去當房找找看有無神 念掉的解藥 你也知道了你敢在外闖禍 自然那位當公子你也是這樣誤會人家 我才出手將你傷了 現在你 阿寶你別哭 自我不對 現在我知道你對我 這樣這位雷公子要解藥 我就配給他吧 可是你應該傷 放心不礙事 醒來的 我可以被假藥給你 但目前上去的一位通天草 你幫我來找來 是 打上中姑主 實在抱歉 我會輸你 只因友善再生 笑給我康復了 再好好運意比一比 走吧 這位兩星進屋區 好 阿寶 看你這樣關心我 我真是高興 欸 做這些幹嘛 走吧 哈哈 一星找他了 ok 給他通天草吧 兩兵啊 ok 沒東西 走吧 ok 沒東西 我記得可以不用給那個 司空幫助欸 好像可以把雕爐留 留 有一個解藥留著 我記得好像有用 印象中了 走吧 你真的會 丟個招給他嗎 好啦 給他 好 走吧 好 走吧 就這樣 因為之後 記得之後的資金會再用到 雕毒解藥 所以我們先扣著 不給他 怎麼不見到斷空子 對啊 斷哥哥哥呢 路上有些事 所以和斷兄事上 不過他已脫險 只是在路上 並未遇上 你解藥拿到了 沒有解藥 你擋直到大 沒有解藥還敢回來 看來又不想斷殘神 解藥了 別忘了這丫頭 還在我們手上 確認快放了他 或許我還會手下留情 雕大哥 你取斷殘神 解藥要請 不要管我了 想得美 哪命來吧 訓過我這關 因為反正 施工玄 等一下也會 也會被 也會被靈舊宮 嚇著跳牙 所以不給他也沒差 給他還是浪費 可惡 可惡 幫幫助 聖神來了 快快出出炎劍 不必了 我們已經進來了 施工學勾引聖神 我也稱原因 還請贖罪 將中文養放了 是 快放人 中文養你過來 你是什麼人 聖神面前不得位 我叫你過去 拿著斷殘場是解藥的 是 是 聖神 這是斷殘場的解藥 那會 咦 這是一隻木 雷相公 也請你送我一醒 但聖神 你對我們的命令有應見 不不不敢 塑膠神中調度 還請聖神吃解藥 這些藥粉你拿去 謝聖神 怎麼走 聖神幫 幫忙供一點會順時 供祝通往他老人家萬獸聖岸 木姊姊 你怎麼會來這 又怎麼會有調毒解藥 什麼解藥 只是一些香粉 都先木姊姊和這位姊姊來救我 對連大哥 你知道當哥哥去哪了 中夫人是說借了匹馬給他 要讓請他父親來救 那可糟了 萬一斷公子去神龍幫找我該如何 哼 難得他話都不可以信 那信斷了不會來救你的 你別天要多貪心 中姑娘 你瞧我是誰 啊 斷大哥 哈哈 原來是斷兄 希望大家都沒事 斷兄掉落山崖 不是如何逃脫 我掉落山崖 信有一老孫主下下墜之次 我找到那山東密道 便出來趕去萬劫 見到中夫人一時思考 還是說我信斷 後來中姑主回來 不知道為何見到我和中夫人一起 非常生氣 中夫人本來要阻止中姑主 卻是否吃上了他 中夫人便留下照顧谷主 便借了匹馬給我 我坐馬出去 卻見有人誤以為我是那匹馬的主人 便攻擊我 我急訪會向馬的主人暴訓 這馬的主人就是這位木姑娘 為了他一路上逃避歹人的追擊 就笑著這種呆子 還會來向我暴訓 即使我們功夫都不會 瞎逞人 為姊姊姊姊的仇家嗎 還不是孤中那賢人的手下 我們在路上迫殺什麼寧鳩宮的死者 在長什麼無量賢的叛徒一男一女 我們與他對上 後來並換上他們的衣服 這寧鳩宮不是什麼幫派 就連無量賢的神龍宮 都稱呼其下 謝木那賢人在哪裡 可惡 因為我們不上的傢伙 糟糕 又是那些追我們的人 段兄 你們和中國倆先走 這裡由我攔下 但是我的閃地雕還會找回 你的閃地雕以後再找 冬英不准走 雷公正在東英谷回去 冬英給我留下 但段兄不會武功 少囉嗦 我們快走 否則我們連我們一起打 雷大哥 我們走吧 穆姊姊的脾氣是這樣的 那好吧 那好吧 東兄保重 好 啊小姐回來了 我就跟富倫說 不用了 我們這個去的城了 你心裡還有什麼不足的 為什麼電話去請這四大惡人 讓我天方地覆 你平時對我田野沒有說的好聽 其實你根本沒有把我放在心上 我我怎麼不然你這樣放在心裡 我去請這四個人來 還不是為了你 為了我 這個謝謝你了 你真是要為了我 讓他聽我的話 乖把這四大惡人送走吧 這心短的怒我太深 自仇不報 我眾望著有何臉面生於天地之間 其實你是心中恨我 可不是恨人家 你弄真讓人和人家為難 幹不這個上門去 一拳一腳的決個勝敗 請人助全就算打贏 人家小小小小的血量多得很 你知不知道 我當倒讀動 他老是必不見面 我會有什麼法子 對不住阿寶 阿寶你別生氣 我不要對你這麼大聲囊囊 阿寶你別生氣 我一直管不住自己 真是該死 你心中念念不忘的 總是記者那回事 我做的事太沒意味 你不如一場打死我 一了百了 又沒得你心中倒是不快活 阿寶別阿 都是我 我該死 媽 你怎麼哭了 來 女兒回來了 阿寶兒你回來正好 快安慰安慰你娘 寶兒 你沒事吧 嗯 我沒事 這位雷大哥送我回來 哎呀 瞧我真是死裡 不是雷公子的 快 真是 讓雷公子更笑話了 不 不會 富人莫要介意 多謝雷公子救了靈兒 你答案了 做什麼 還不快向人家道謝 對對對 多謝雷公子 這下不敢當 敢當敢當 如果是你們回來 我還不知道如何 和阿寶開心呢 是啊 一出門都給我闖禍 啊 你就淋在雷公子啊 何況我閃電雕不見了 不見也好 省得咬人闖禍 哎呀不好 那閃電雕非得找回不可 萬一在外面不小心咬上路了 對啊 雷大哥 我還是陪你頭你去找吧 雷公子 媽 放心 有雷大哥在 我不會惹似的 這 阿寶 你都不放心 不然我將我的萬劫刀法 交給雷公子 難道好好保護靈河如何 也好 雷公子 這萬劫刀法 是外資的成名絕技 你可好好學 太好了 雷大哥 沈蒙壽舞 在下感激不盡 啊 來吧 那我好好地教你 阿寶 直直直直不錯 學得挺快的 雷公子 那麽靈兒 就有讓你多多照顧了 這下定剛的經歷 好嘍 我們走吧 這下告辭 好 好 都是走光配爾剛剛好那樣叛徒 害我們這樣奔波來找來找去 還有不只陳茂中的聖水 使得聖水大發雷霆 可不是 那聖龍幫 聖龍幫的施工幫助 因為這件事 聖水一路說到今年 不給聖水浦的藥 他就嚇著索性跳搖自殺了 這不知聖水浦到底是什麽東西 算了 該回去 待我看守候 後山石倒 我那姓段還真倒楣 只因聖水將斷香弓 也因此一間頗為客氣 那位新長王怕哪天聖水要牽到姓段 弄掌不到了 變成他 唉 最近老廳 網姑珠 好在那邊講啥叫啥叫 可別讓我壯劍 那顆小明不保 別說了 快走吧 你看斷香被捆到無量派的後山 OK 這個 過獎 既然前模 已經是不方便自己調查 正說找不到人幫忙 親大哥手下有不少高手 到底是什麽事 不能自己動手 又羨慕過手下 實在很難其知 雷少俠 寧可保守秘密才行 大丈夫一人祈出 是滿難追 我懷疑多驚 趙光明偷人 雷少俠 你可願意幫我調查 可是 我該怎麽調查 雷人今天說他去司機逛 他印象不愛逛街 八層是會情郎 葛恩尊夫人長什麽樣 臉紀跟我差不多 長得就是一副會偷人的樣子 那是什麽樣子 請大哥別著急 我一定會盡快查明真相 我錯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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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次 給我們打開 眉角鬼 雷島 在那個跨路下做就不能夠的 怎麼都在一起秦大哥 你 你怎麼在這 我擔心調查專夫人清白 到底秦大哥怎麼在這 因為 菲菲 你朋友怎麼貌貌似似的喘進呢 其實我這女子暗通情況多時 其實又不願我另屁 另立偏乏 我則是內人在外偷行 並想以此為由修了他 所以並想利用我來抓奸 沒想到自己先被抓了 如果這次傳出去我的光位可不保 我給你一千兩 你就完了這件事吧 好啦 多謝雷少小成全 為什麼我要答應呢 因為會扣聲望 因為我聲望太高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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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兩 告訴我吧 我們兩邊都賺了 呵呵 真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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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這樣吧 好 啊 閃電雕啊 欸 這是 小心 我的蛤蟆 來吧 蛤蟆 哇塞 周靈補換攻擊 都把他打死了 老看成多大幽 蛤蟆 糟糕 斷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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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中毒死了嗎 斷胸 斷胸 你沒事吧 蛛蛤蟆人修 你快快爬出來吧 在他這肚子裡 可沒有什麼好玩的 斷胸 這萬毒之王這個肚子 是有酒氣之際 這麼安靜樂樂器 如何了得 都把這位萬毒之王 已做了斷胸肚中的食物了 是 先前我被中姑娘的閃電雕 咬了一口 中的刁毒 全身動彈不得 這此卻以行動制毒 顯然是那 蒙古諸蛤 以毒攻毒 反而解我身上的刁毒 我吃了這番劇毒之王 竟然肚子不疼 還真古怪 斷胸擠得很天下 因佛我得福啊 唉 我像這個樣子 都像是這個弱蛋殊生 對了雷兄 趕快到此 我在路上無意間 聽到無量劍說人家 光他在此 便趕來這裡去喬 到底發生什麼事 為何會倒到此處 唉說了話長 那日我木櫻娘造成追殺 逃至一山牙 就遇上四大惡人中的 藍海惡神月老三 他雖然幫我們 趕跑那些追殺者 但卻硬要我幫他為師 寫那什麼咔嚓一聲 就扭到脖子的功夫 我不肯 他便帶走木姑娘 知道我幫他為師 才肯放人 我心著急 卻無稽可思 後來不知為何 搖上突然來了一群人 其中有事工幫助 五亮劍掌門 還有那日 冒充我們靈舊公使者 原來他正在找 找尋冒充的人 他們問了我一些話 我含糊答過 那實者好意 尊重我斷相公 讓他們帶我下牙 並責罵師公幫助 師公幫助 因而跳牙之盡 誰叫他 要逼你服下斷傘傘 我佛是非 之後盡聖使離開 那心掌門卻怕萬一 那日營舊公聖使要找我 那我找不到 豈不糟糕 並將我關在死島中 我在牢中閒乃無事 而將我之前 無量聖洞拿到北明神宮 面前方越一番 携乘北明神宮和寧波尾布 準備衝聖放死 以此步伐逃出 隨時送飯一來 我被寧波尾布逃出 就絆了一下 那聖洞的弟子一抓來 我一慌 也抓了他二手 卻不知為何 他二手被我一抓 被貪軟下來 後面又來一人 想把我 把他和我拉開 但也不知道 那聖洞的人 人也貪軟了 後來的聖洞 他們跑來外頭 見到中國人的閃電雕 我一時高興上前抓他 沒想到他將我咬了一口 哎呀 段大哥 雕耳只扔得我哨聲啊 是 是我莽撞了 我這種雕毒之後 被全身麻痺 倒在地上動腸不得 後來聽到 僵嚷僵嚷的支撐 那蘑菇豬蛤出現 閃電雕奔過去咬了豬蛤一口 蘑菇豬蛤號稱萬毒之王 倒是迷不虛傳 雕耳持有劇毒 咬到他身上仿 毒死了自己 閃電雕奔姑娘活潑可愛 滿顧豬蛤 紅身金眼 模樣也美麗自己 誰又想得到外型 絕力 內裡卻劇毒呢 不過我現在真感謝那位 豬蛤老兄 要不是他跑進我肚裡 以毒攻毒 我恐怕跌倒去見西方如來 我恐怕跌倒去見西方如來 原來我的雕 我是這樣死的 對不起我重姑娘 不 不怪你 我看段雄直激 欲 直激欲 可謂旋起 這些旋起之事 希望是最後一招了 唉 這閃姑娘 這中姑娘的閃電雕 咱們家他買了吧 嗯 這兩人皆暈眩過去 看來 倒是內衣被吸光了 唉呀 那倒是我唸的北明神宮起的作用 不知道北明神宮是何宗武功 這書中言道 索太英費經 既正邁 乃北明神宮登基 其中拇指之燒傷穴 及兩乳之間的唐中穴 有為藥中之藥 前者取後者 仍有四海 為則水骨之海 充賣者十二金之海 壇中則氣之海 腦則水之海是也 使水骨而除於胃 因而生而驚人 不帶戀也 以哨傷取人內力 而除之於我氣海 為逍遙派正中北明神宮等之 仍使水骨不過一日 盡謝諸外 我取人內力 則取一分 除一分 不謝無盡欲厚 由北明天池之聚跡 聚跡 可服千里之骨 這門功夫 純細損利己 將別人 心心苦苦練成的內力 取來積蓄自身 豈不是如同食人之血肉 又如磅礴重力 縮高旁的千財 而聚為己用 我本就不愛喜武 這門秘吉 與我無用 這樣吧雷兄 你是喜古之人 不如就說下這門秘吉吧 但你不是說這武功 損得利己 如收人千台為己用嗎 是啊 我初時是這樣想 但後悠久伯父常說之話 人生於事 不依不死 無以為生 而一抽一飯 半師半惹 竟皆取之於忍 取人之物 待無可免 端再如何報答 取之者寡 而報之者厚 那就是了 取於為父不忍之徒 用於貧困無意之輩 非但無愧於心 且是仁人意識 慈悲善舉 儒家佛家 妻禮一般 取名指名高 以供奉義己之窮 及 奢己欲 是為殘迷已成 已知 兼善天下 普世於眾 這位萬家神佛 唸不完 雷兄 分局有理 明書下這門秘吉吧 是 多謝斷兄 有 OK 又可以學本名成功 欸 該會沒有吧 欸 為什麼沒有 不是有嗎 不是要攻略 現在還不行 真麻煩 你動不動就變打了 這鍋很滿的 人還餓死呢 走啦 妙急妙急 我正好擔心 他說硬要我拜他為師 可不知如何是好 哼 你真的良心壞擊 至夜天中 你為何不來尋我 唉 我一直為人所知 動腦不得 日夜鮮花 日夜鮮掛著你 真是焦急死的 木姑娘 你傷處好些了嗎 那惡人沒欺負你吧 我是你什麼人 還是木姑娘 木姑娘教我的 晚妹晚妹 我這麼叫你好不好 別這樣 還有旁人在這呢 仗劍行前禮 委屈敢一言 豬兄 公子爺 天心也安然無藥 剛才這位姑娘說 也被四大二人所害 曾笑點母魂不互體 原來你們也見過了 你怎麼找到這來 真是巧機 我們四兄弟 奉命來接公子爺回去 大事不巧合 公子爺也太大膽 孤身闖上僵火 我們懸到 蠻無德家中 又趕到無量上來 我也吃了不少苦頭 不負我爹大發脾氣 是不是 自然是很不高興 不過不出來 這時兩位野台的脾氣發過 這集一定是關你的情 後來散殘 猴得知四大二人偷來大力 深化公 高叔叔也來尋我了嗎 這都會歸得去 哈哪裏 那我們追趕四大二人去 公子爺 咱們就回府去吧 面對兩位野台 都有牽掛 這 四台我在送王昌領士奇 和那首武絕葬劍行千里 唯曲敢一言 成為大良客 不復信林恩 寥寥二世之中 醜嘗 醜嘗 啊 啊 王昌領以七絕見稱 武絕是非其常 這一首卻是加工 另一首順鍋 詩唱 不也是從某雅緻嗎 硬門懷水綠 留起主人心 明月隨良緣 多謝公子 雷兄 這位祝丹臣祝師哥 是我最好的朋友 祝兄 這位是雷陣 正來救我了 祝丹臣 謝過雷公子 不敢 那四大二人無功勝高 四台三 三長猴 所以祝退了一二兩 那也是攻擊不配 帶著身分僥倖 目骨藍流傷宰神 我根本念不完 雷兄 最後一道同行如何 恩 請 哈哈 小妞 躲到這兒來了 啊 這第四二人 糟糕 公子爺 我們快走 豬兄 還是有你胡說 你家公子爺離開 這第四二人 就由我來擋 你哪個人敢擋我啊 我打 我幫你打 叫娘 你以為我很弱嗎 好厲害的輕功 被逃走了 OK GOGO 小時候有改那個是 新版的對不對 我要去大林 雷賢子 欸 四伯 你出門做生意嗎 不 我是特地出來找你的 究竟有何事 要到四伯親自出門 也沒什麼 我是怕小人 不認得你 便親自出門 這幾對無量劍 和生農邦除了變故 我還擔心 你會不會扯上麻煩呢 現在看你沒事 我是放心的 多謝四伯 正兒離家多日 想必在江湖立店 一位所小城 應良私怒聖徒 為父為其他 見到我兒 十日甚至成長 這 好好好我念不完 他那個都不能關掉 就是字都按掉那個 多謝四伯 是否慢走 那我要回大理嗎 那我要回大理嗎 雙台 就算殺了我 我也不要把東西交給你們 雙台何處此言 我不過入金子弟 幸虧的老賊 不是曉得要搞什麼花樣 也莫需要的心結 遇到沙漏便死 那廁止 我早 交到貴州城的周老爺所中 這下雷震 貴州人士 是不是胸臺所緣之一 這台少俠 這下珠雲 然是虎牙的牙蟻 可惜少俠將廁止 送到周老爺所上 廁止在貴州城的 有一個和善處理 那廁止是什麼東西 啊 他們追來了 少俠拿到廁止便是 大傢快走 我留在這 我留在這 拖延他們 少俠快要拿著佛 出去 找到和善 這一個劇情啊 是BUG 你不管 你選第一個我來斷後 你即使打贏 或打輸 遊戲都會結束 所以你一定只能選二 由此恐有殺生之餘 我終於雖然探生怕死 但死有如青乳紅毛 亦有重如泰山 弄出掉星恐的狗關 我技能含笑九泉 好吧 我並將車的交出老爺手中 快把恭喜交出來 想拿回仗車 就先殺了我 祝兄團 成人取義 我可不能辜負他 一定要將將車衝到周老爺手中 對不起我先走了 這個和善 這位師父 肯認得牙翼豬羽 的是這屋四桌的佛祖 他人在哪 豬兄團他恐怕不在人事 愛在 長生啊 究竟還要受多少苦 在他雷陣 貴州人事 豬兄團要我給你拿本車子 轉嫁周老爺 我來交給車尼的周老爺就好 拿著車子 恐上德山殺生住貨 這車子記載是什麼 是否自己不怕死嗎 這是恐老爺家的戰車 也沒有他失常前面的證據 恐老爺就為這戰車 射出找我 連周老爺門外也有埋伏 死不足距 我去把人移開 雷小小的趁路 進入周府 升級也不會解除狀態 對 等等 等會不會發生什麼事 先無必在張車交到周老爺所上 等會不會發生什麼事 先無必在張車交到周老爺所上 先無必在張車交到周老爺所上 先把車交到周老爺 那邊不來 不去 不想來 每次的車交到周老爺 身體 自動車交到周老爺 就用不來 не打算 現在高低 後面 再打算 好 隨便 不讓我 這是 扎說朱雲所託 將此仗著交於周老爺 周雲曾托人傳話 說拿孔老爺罪證要老婆辦理 他沒親自來 莫非是有什麼不測 出兄台他 讓孔老爺的人殺死的 這辛苦的老賊 截止屋子變 囤積屋子哄抬物價 謀取暴力 現在還朝奸人命 這是罪大惡劑 難道沒人治療他嗎 這鬼都成多生喊黨語 聽說還在京城有靠山的 我早想向京城唱他一本 但苦無證據 現在有這麼張策 定人叫他法辦 不能承擇這惡觀 周雲就不像平白犧牲 周老爺勝負大任各給保重 莫照見諜所害 倘若晚被人幫上忙 幹當徒弟再所不惜 大順國 若多想一隻祖雲這樣的漢子 哪怕欺當蠻子 這事想懸疑收下吧 搞不好碰到這件事 就交給我吧 搞不好碰到這件事 好 這個任務就這樣結束了 欸? 公律有寫說 走出周府 直坑見面老人 走進周府 這段劇情我怎麼沒影響 公律寫錯了吧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件事啊 公律寫錯了吧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件事啊 公律寫錯了吧 好的 我們去占星囉 占星樓 有一個任務 我卡住啦 我卡住我卡住 你是為捕頭嗎 在下雷陣 雷燒起來了陣是時候 五老A照樣毒殺 不是曉得兇手是誰 韭菜可有毒 我以財人檢測都沒有毒 這些可是和五老A一起吃飯的人 正是 連出色的送財的狗姬也在 讓我問他們幾個問題 敢問姑娘方名 因什麼我吟聲 名字嗎 太久沒叫自己都忘了 女人叫我小青 男人叫我小青青 平常都陪男人喝喝酒或者 你和五老A有什麼關係 今天來這所謂的河四 五老A很照顧我 大家認識五年了吧 今天五老A要我陪他喝酒 我就來了 我叫王火啊 是大青老的廚子 我沒下毒啊 我和五老A無怨無草的 火房可有其他人 金額火房除了我以外 只有送他的火器來過 他也不肯下毒的 小花 是血底露 我是 聊聊血 大家先有個火線 我從火房當成這一路是人 我怎麼才嚇得過 我和五老A第一次見面 聽五老A在這人脈很寡 先叫一下我唯有 點不到他 擺從提煉的劇毒 然後毒不是有口中進入的 小青啊 這些都是他指釘的菜色 四項區有拿到啊 我拿到了 可有證據 人脈的往前 雷少爺可要好好想想 我當然有證據 當然正 兇手是怎麼賭壞五老爺的 五老爺中的可是很特別的賭 血底露 是一種用來調悟的花 只吃人在高山 不易獲得 一般人是不會用的 水羊是一種既然虐疾的草藥 只吃人在藍海冰 兩種無壞的植物 在一起確診產生劇毒 是啊 體育房上有血底露 那水羊在哪到菜 水羊不在酒席中 所以只有五老A會中毒 那水羊在哪 五老A怎麼吃到水羊的 五老A沒有吃到 而是聞到 那羽人的英姿有水羊 我馬上猜人檢查 不用要猜了 人是我殺 這位大俠可真厲害 來人啊 把這女人押回去 等等 是什麼身手大亥 你一定要殺人呢 這個畜生害我落火坑就算了 你我妹妹都不放過 我如何 都要禀告官府處理 帶走 多謝雷少俠 這位一千娘 請收下 早俠先告死了 陪著 今天 realiz 被說成這樣 罪毒副人心 爹娘還有回來了 正兒見過這位後雲道長 我們被雷震見過道長 雷照下一表人才 將來成就必定不凡 道長謬慘了 孩兒這位姑娘是 爹娘這是鍾林鍾姑娘 她是萬劫谷祖的女兒 鍾林見過伯父伯母 我出船上江湖 都會雷卡哥幫我 好好好 正兒還記得你家時 維夫說的話嗎 孩兒記得 好維夫特請道長來一次 對你做個考證 試試你家武學上的造詣 是還行道長指教 請 咱們之前願彼氏一番 恩 道長請 出手吧 我會殺 小心 喂 請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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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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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猴身可味 佩服佩服 道場承讓 很好 正兒 所微服進房來 是 正兒 這樓橫甲夜叉兩極皂 我也不是交給你的 是 多謝爹 正兒 你聽好 我這一年來夜夜觀察形象 發現大宋朝的國運奇奇可為 啊 爹竟然會看形象 這個還有一點也不值 嗯 這是微服的一點興趣 專業幾十年一直沒有告訴你 那不是因為四款大宋國運 忽然天地運行之事 本人就不應該插手 難道爹人夠 微服從信仰中發現一線生機 而這份生機卻細於藝人身上 爹人看出是細於何人身上嗎 微服哭出一掛 掛中顯示 此人獻乃一派之主 正值青年 那是何人 掛中顯示 此人與龍有關 經維護持續推敲後 符合這些條件之人 請丐幫幫助喬峰一來 丐幫幫助喬峰一來 被喬峰難不容 喬峰無功高強 遇到香弄十八掌 使得出神入化 任丐幫幫助替朝廷立下不少功勞 丐幫在他帶領之下 像這樣的人如何影響大順之國運呢 如何影響無法看出 但他的生於死 卻是一個關鍵 而關鍵時刻 並讓他北處關死 爹是希望還有做些什麼嗎 是否要殺喬峰 你判斷 要他生 你就必須盡全力保全他 直至大順國運延長 要他亡 你就必須在關鍵時刻前取他性命 如此大順國運一可延長 用過了關鍵時刻 你必須保證他的性命 這 此事何故 唯父只能看出這些 其中一天氣只有奧妙 你只記得唯父所說的便 但該幫助曉峰 身邊遠迫是個好漢 還有時代想不出 有何理由要他死 僅有狹 狹以無犯禁 其行雖不詭於正義 讓其言必行 其行必果 以諾必成 不愛其去 覆世之困 既以存亡時生意 而不其 其 啊 一定不玩 這次漢史學大家司馬千所語 不錯 回復要你也有此提任 該怎麼做 自己衡量吧 近日我對你所說之事 存放於心便了 你好之為之吧 是 是 風浮指神秘收留回帝子 這六帝子在身前 這應該是自貫 遊戲我要創造的東西 神度六七 爹是只可知哪神哪六七 這也是維夫想知道的 維夫今天才探出意 有一個人或許知道這神秘六七的意思 是何人 老爺將歐陽師 還要開封開大鐵鋪 我一直沒機會去上門拜訪 爹 我缺盤產啊爹 我缺盤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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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別擔心 還有 還有很好 倒是你要好好保重身體 怎麼樣 在外頭這些日子 都算是寫什麼人 有沒有綜藝的姑娘 楊 你真是的 進體這些事 那位姑娘 我瞧挺不錯的 你就別瞎操心了 我要走了 有空回來看你 好 你好好照顧自己 別太 行了行了 你要說什麼都知道 放心吧 嗯 兩隻有五百兩 你待在身上 多謝你啊 還有告辭 會有學心像 是裝必用的 能不能走吧 不錯 是可造之材 不敢 到場的劍法超絕 不知此劍法何名 勞道這劍法 名曰帝絕劍法 好名稱 那麼 道場可否將帝絕劍法 傳送於晚輩 哦 雷公子有興趣學習 再好不過 勞道 就將劍法交給你 是 我們必須好好學習 多謝道場 勞道真羨慕雷老爺 有像雷公子這樣的兒子 謙虛有禮 不過事物之大 目中無忍 反觀我那 不提也罷 若我兒 有雷公子一半千尋就好了 那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 FB還有Twitch 那謝謝大家會喜歡 天龍八博這款遊戲 的劇情內容 那謝謝大家 記得收看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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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